把这个啊 把你们去双击啊 双击运行它 这怎么这么慢呢 你们那出来了吗 出来了 出来了 真丑人 应该就 这这时候运行啊 应该它这个安装就下不下不就行了啊 也没什么要改的 但是要注意那个安装路径啊 记清楚那个安装路径 因为这个安装路径的话 是要是我们要去配置到 PASS环境变量当中啊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去做这个安装啊 哎你看出来的话是这个界面吗 是这个绿色是大家都看这绿色叶子是吧 然后呢这时候的话就点击NEXT就行啊 点击下一步点击下一步之后的话 这是协议啊 就同意同意它这个协议就行了啊 勾选上把这个对高勾选上 勾选安装之后的话 你就点击NEXT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你看这儿这个选择是吧 安装的类型啊 对吧 这个单词翻译过来 就是选择安装的类型 那在这的话 选择下面这个Custom Custom的话就代表是自定义安装啊 就选择下面这个自定义安装 然后点完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这是不是有一个安装路径啊 对吧 这个安装路径的话 不要去动它啊 在这我不建议大家去改啊 因为之前我让 我让这个其他小伙伴去改的时候的话 最后你们改完之后是一团糟 因为这个环境的话 它是要用到这个路径的 所以说就是说整个蒙古DB的这个配置 需要用到这个路径全全参与进来的 所以在这的这个路默认的路径啊 不建议大家去改 因为改完之后的话 你后面改的地方是非常多的 只要用到这个路径 你都全部得去改啊 那所以说在这的话 大家就按照这个默认的路径 去这个安装就可以啊 这个路径不建议大家去动它 因为你一动的话 后面有关这个路径的所有的配置 你全部都要去修改这个路径 一旦你改不对的情况下 它都会给你报错的啊 所以这个路径的话就不用去改啊 但是你再记清楚这个路径在哪 因为我等会我们要去复制这个路径 去配置我们的环境变量的啊 所以说这个路径要记清楚了啊 我在这的话就改在这个 就在这个默认就在这个C盘下啊 就C盘下这样的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记清楚啊 等会我们要去找到这个3.2的这个路径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点击Next下一步就可以啊 这个路径记完之后的话 你就Next下一步来去走 走完之后的话啊 就直接去做我们的安装啊 就Install 直接去做安装 这个安装应该是很快的啊 这个安装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一些啊 是不是已经完事了 对吧 大家应该也完事了吧 这个完事完成之后的话啊 你就点击这个Finish就可以啊 Finish就代表是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大家要做的一件事情 找到刚才给你生成的这个安装路径啊 如果没有改的话 应该是在你的C盘下 然后呢 有一个是Program 是不是Fuse啊 对吧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有一个MongoDB 然后你把这个MongoDB数据的这个文件夹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Sower啊 对吧 把这个Sower打开 Sower之后的话 有一个啊 是不是3.2 然后把这个3.2打开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Bin的文件夹啊 对吧 你把这个Bin文件夹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去复制一下这个路径啊 把你这个路径去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啊 CV大法 Ctrl C一下啊 也就是说是先复制一下啊 Ctrl C 把这个路径给复制一下啊 其实上面也有啊 就是说是配置环境变量啊 把这个路径把你的Bin目录啊 Bin目录也一定是进入到Bin目录里面 不要进入到3.2 你别从3.2开始复制啊 再打开这个Bin目录啊 把这个Bin目录 然后整体的这个路径给复制一下 Ctrl C啊 Ctrl C复制一下 复制完成之后的话 来到环境变量当中进行配置 环境变量在哪来着呢 在你的计算机 然后右键 右键这是不是有一个属性啊 对吧 你把这个属性给打开 如果是Win10的话啊 Win10是在这儿呢啊 此电脑 然后右键 右键这是不是有一个属性啊 对吧 把这个属性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这有一个叫做啊 高级系统设置啊 是在这块的啊 Win10里边是在这儿呢啊 高级系统设置 你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选择这有一个高级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 点击这个高级的这个窗口 点到这个窗口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环境变量呢 对吧 你去点击一下这个环境变量啊 点一下环境变量 点击完环境变量之后的话啊 大家来看到下面这块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系统变量 这是不是有一大坨啊 对吧 然后呢 在系统变量这块的话 然后点击我们的边际啊 点击我们的边际 点击边际 这儿这儿这个是这个啊 这这个等会儿啊 这个再选一下啊 找到找到pass啊 找到你的系统变量里面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pass 找到这个pass啊 选中这个pass 这儿有一个pass的环境变量啊 选中pass的环境变量 然后点击我们的边际啊 点击边际之后的话 大家出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窗口啊 对吧 这个窗口啊 这条窗口的话就呃 不要在这儿去点击这个什么编辑或者新建啊 直接点击这儿有一个左下角的按钮 是不是叫做编辑文本啊 对吧 你把这个编辑文本给打开一下啊 去给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这个编辑文本的这个按钮啊 点击完成之物的话 大家来看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的一种形式了 对吧 变成这样一种形式的话 什么来着呢 什么意思来着 就就只要你去点击这个编辑文本 然后点击出现这个窗口就可以了 然后他提示的是什么来着呢 是点击是就行了 点确定啊 点确定就可以 确定之后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出来之物的话 这里面的变量值不要去删它啊 可千万不要去删 这是你你已经这个系统当中已经存在的这个环境变量啊 这块千万不要去删它 这里边所有的变量值不要去清除啊 还继续保留在这儿 然后呢 你的光标移到最前方啊 移到你的这个变量值的最前方 光标啊 光标移到你的变量值的最前方 移到最前方之后的话 然后Ctrl V去粘贴一下啊 Ctrl V粘贴一下 把刚才的这个路径给粘进来 一定是光标移到最前方啊 光标移到这个这个路径的最前方 怎么去移啊 怎么去 我教大家怎么去移这个光标啊 你比如说光标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你就按下你的左键 别松手啊 按下你的鼠标的这个左键 别松手 然后往前拉 往前拉之后的话 是不是拉不动了 对吧 拉不动的话 你就点最前方 点一下它 你的光标就移到最前面了啊 光标移到最前面 光标移到最前面之后的话 把刚才复制的路径 然后Ctrl V去粘贴一下 粘贴完成之后 后面再加上一个英文版的分号 作为分割点啊 在这的话 注意了 对英文版的分号 不是冒号啊 是不要给我出现这个冒号 给放在这啊 路径粘完之后的话 在你这个路径的后方 用一个英文版的分号啊 英文版的这个分号 然后给分割开啊 然后给分割开 我在这就不配了啊 我这里边就就已经有了啊 我再回来 我再回到那个温期里边啊 我回到温期里边来和大家去说啊 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环境变量 然后找到pass啊 找到pass 然后呢光标移到最前方 移到最前方之后的话 然后Ctrl V啊 张完之后的话 英文版的分号啊 然后这一步添加完成之后啊 这个路径添加完成之后 一定是有英文版的分号代表结束的啊 这个分号不能省略了啊 英文版的分号代表结束 添加完成之后的话 能把点确定的地方啊 就能点确定的按钮 全部都点确定了啊 全部都点确定 然后呢 这时候的话就已经配置完成了 那配置完成之后的话啊 那接下来咱们要去做一个验证了啊 来看一看 也就是说是去呃 来去做这个验证 怎么做验证呢 注意了 先不要着急启动啊 这时候的话 我们需要去创建这个 在本地创建几个文件夹 因为MongoDB这个数据库啊 它需要咱们自己来建文件夹 去存放对应的配置信息的啊 那怎么去建来着呢 注意看这个说明文档啊 这里边是有的啊 就来到你的C盘的根目录的下方 不要找错词盘了啊 来到你的C盘的根目录的这个下方 然后呢 在你的这个C盘的根目录下面啊 去创建 就是打开你的C盘 打开C盘之后的话啊 在你的C盘的这个根目录下面 直接来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起名字就叫做一个 Data啊 就是Data 不要写错单词了 不要写错成Date了啊 在这儿仔细一点啊 要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说Data这个单词范固 是不是就数据的意思啊 对吧 也就是说在这儿啊 去在你的C盘的根目录下面 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就叫做Data啊 Data啊 这是人家要求的啊 Mongodb要求我们这么去做的啊 也就是说是在你的C盘的根目录下面 去创建一个Data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那创建文件夹之后的话 打开这个文件夹啊 是Data 不要写成Date了啊 千万不要写错了 打开Data文件夹之后的话 在Data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啊 再来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的话就叫做DB 我们的DB是不是就数据库的意思啊 对吧 再去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就叫做我们的DB啊 就叫做DB 也要在这儿的话啊 要去注意了 也就是说是先把这个文件夹建好啊 建建好之后的话 才能够去做我们的一个启动的这个操作啊 一定是先建这两个目录啊 C盘的根目录的下方 先建一个Data的文件夹 Data文件夹建完之后的话 再在这里边去建一个DB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啊 或者DB这个文件夹 那建完之后的话啊 这两个文件夹有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咱们来验证一下 大家的这个MongoDB有没有安装好啊 那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验证呢 首先我们先把MongoDB的数据库的 MongoDB的这个数据库的服务器先给启动起来啊 怎么去启动MongoDB数据库的服务呢 那在这儿的话啊 就来到咱们的道次窗口当中啊 就在你开始这一块啊 你去输入我们的CMD啊 输入CMD 然后呢去打开你的这个道次窗口啊 那在温室里边的话 你就在这儿去输一个这个CMD就行了啊 输一个CMD 然后去打开这儿一个叫做命令提示符啊 你去把它给打开 打开支户的话啊 打开支户的话咱们来看一下啊 打开支户的话 然后呢做一件什么事情来着呢 这样说的话输入我们的MongoDB啊 输入MongoDB来去启动服务 注意这只是把咱们MongoDB的数据库的服务给启动起来啊 因为默认情况下 MongoDB数据库安装完成之后 它不会在咱们的系统当中去生成服务的 是每一次需要咱们自己来去启动服务 启动服务之后的话 才能再来去连接我们的数据库啊 是比较麻烦的啊 所以说也就是MongoDB这个指令的作用 只是用来启动我们数据库的这个服务啊 只是把服务启动而已啊 那在这儿的话 你们打开之后啊 打开之后的话 你就在这儿去输一个我们的Mongo啊 MongoDB啊 MongoDB啊 MongoDB 然后回车一下 回车完成之后的话啊 哎呦 我这儿应该是被 是被这个中指掉了 你们这儿输出完成之后的话 是不是应该会 应该会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端口号来着呀 我看 我看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27017的端口号呀 对吧 我看一下啊 我看我这里边 我试一下 在这里边能不能去启动啊 MongoD 这里边 对 防火墙允许访问啊 防火墙有这个尽调的话 允许他访问啊 别别去禁他啊 你们说完成之后的话 你们谁谁截个图给我来着 我这儿稍微有点这个显示有问题啊 你们谁谁出来那个 那个27017的那个 那个界面了 然后就用FaQ截张图 发给我一下啊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 对 大家如果就是 你看在这一块啊 你看这这都有了 对吧 你看就是说当前 如果啊 如果大家就是能够看到这个界面啊 大家来看 就如果能看到这个界面的话 就代表你的安装是OK的 就在这的话 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 27017 也就是connection on our port 有一个27017啊 就是大家 我看 我看是不是其他这个小伙伴也都 对 就这个界面啊 就能看到有这个27017的这个界面的话 都是都是OK的啊 就能够看到能够看到这个界面 能够看到这个界面的话就代表是大家的这个安装是可以的 那这个时候启动起来之后的话不要关这个窗口啊 因为你关这个窗口的话你的蒙古地边服务就相当又给关了 所以说你要去使用这个数据库你必须让这个服务一直是在开启的状态 如果你要直接把这个窗口 你再把你的这个道次的这个窗口给关了之后的话 相当于就是服务直接就终止了 终止之后的话 你就没办法再来去使用我们的再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蒙古地币的数据库了啊 所以说在这的话这个窗口不要关 也就是你输蒙古地的时候就相当于也只是把这个蒙古地币数据库的服务给启动起来 服务启动起来之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窗口给缩下去就行了啊 把这个窗口啊 窗口给缩给缩下来啊 窗给缩下来就缩到这个下方 不要去关它啊 切记不要去关 你一关的话 蒙古地币服务就相当于给关闭掉了 关闭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是就没办法再来去做我们的一个 再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使连接的一个操作啊 你就把这个窗口啊 窗口给缩下来就可以 缩下来完成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咱们才能连接咱们的蒙古地币的数据库啊 那怎么做连接呢 再打开我们的cmd的窗口 就再重新打开一个啊 再重新生成一个新的cmd的这个窗口啊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 这时候的话去输我们的这个蒙古 输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的话就叫做蒙古 这个蒙古指令的话 就是用来连接咱们的蒙古地币数据库的 那你说完成之后的话 你回车 回车 如果出现像我这个界面的话 就代表着你的蒙古地币的数据库 是已经安装成功的 也就是说你看蒙古地币的shell 对吧 咱们用的版本是3.2.4 然后connecting to 也就默认连接到它的一个库叫做test 就如果大家出现这个界面的话 就代表着我们的蒙古地币数据库已经安装完成了啊 虽然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样的一个验证的界面啊 回归到这样的 我看一下啊 出来这是不是又出来这一堆东西啊 对吧 这一堆东西的话没关系 只要大家这一块能够前面是不是停留有个这个箭头啊 对吧 只要能够有这个箭头的话就是OK的啊 即使有多余的东西也是也是这个不影响的啊 出错了 等会儿等会儿再来看啊 出错先先等会儿再拍摊一下 你蒙古地的话那个启动成功了吗 你让同桌看一眼 善情看一眼 2701系的那个 你再看看 你再看 你看我VNC 你再是保证蒙古地是这样的一个界面的话 代表是 代表是启动成功的 对 对 然后再重新打开一个CMD窗口 这个这个那个窗口不要关啊 因为相当服务让它启动着了 你看如果大家都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啊 就出现这个箭头啊 其实PG上面也有的 如果出现这个箭头的话 就代表着大家的这个MongoDB的数据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啊 实际上安装完成了 没有箭头啊 那是一个什么 其实截图发我 没箭头啊 那这个其实呢就不影响了 一会儿就一会儿把工具给安装就行 咱们不在这个界面下做操作 直接借助于工具里 OK 这个先放在这就行了 你看如果能够连接到你这个TES的库的话 就是代表是OK的啊 你看这个书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啊 接下来的这个配置就变得特别关键了 因为你看咱们如果假定啊 假定你没有MongoDB这个服务 就是系统里面没有MongoDB这个数据库的服务的时候 你每一次如果想去使用这个数据库 你必须先做的一件事情是需要咱们手动把这个服务器 MongoDB的这个服务给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的话 你这个窗口还不敢关 因为你一关的话就相当你的数据库已经给关闭掉了 就相当这个数据库的服务就已经结束掉了 那结束掉之后的情况下呢 你这时候你如果想再用我们的MongoDB数据库去做事情的时候 你是做不了的 那现在怎么办来着呢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做到这个事情的话 就要把MongoDB的这个服务 然后呢去添加到咱们的操作系统当中 大家先来去看一下你们的服务啊 大家打开你们自己的服务来看一下 你们这样说的话啊 在搜索框去打开你们自己的服务 你们在你们的服务里边 你们去找找应该是没有MongoDB的这个服务的 你们去low一眼啊 把这个服务给打开啊 把服务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应该你们只能看到是不是就是咱们的Masako啊 那个单词 咱们去打开看一眼啊 你看找这个名称啊 服务的名称 找M开头的啊 M开头的 你在你们的电脑上面的话 应该是不是只有一个Masako 是不是这个五六的 对吧 应该是没有 大家来看 你们是没有这个Mongo 是不是MongoDB的这个服务的吧 对吧 因为这个数据库安完之后 它并不会在你的本地生成对应的服务 这个服务的话 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去做添加的 或者换句话来说 这个服务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去 做生成的 那既然生成完成之后的话 那下一次你再去使用这个数据库 你就不用手动再来去启动它的这个服务了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个事情的话 就要把MongoDB数据库的服务添加到咱们的本地 一旦添加到本地之后的话 下一次你再去用这个MongoDB数据库的时候的话 直接做连接就行了 你就不用再手动去启动我们的MongoDB的服务啊 所以说接下来的配置就要来源于我们的本地服务当中啊 要在本地服务里面的话 把咱们的MongoDB数据库给配置进来 那怎么去做配置来着呢 那在这一块的话啊 大家来看下面这个啊 下面这 把这个安装文档往下去拉啊 往下去拉 那就是说是怎么去创建我们的这个MongoDB的系统服务呢啊 大家来看这样的一句话啊 就是说将我们的MongoDB啊 设置为我们的系统服务 怎么去去做这个系统服务的这个设定呢 就让他后让他自己在后台一直做启动就行了 就不需要我们每一次去手动去启动我们的这个MongoDB的这个服务啊 我把这几个给关了啊 我把这几个窗口给 哎这怎么 我把这几个窗口给关了啊 怎么去怎么去设定这个服务呢啊 咱们还一步一步往下来走啊 那首先的话 大家来看啊 还是回归到咱们刚才在C盘键的这个Data的这个目录的下方 那在这个Data的目录的下方的话 大家来看啊 就是说还是回归到啊 回归到刚才 刚才咱们的这个呃 大家不是在咱们的C盘是不是建了一个Data的文件夹吗 对吧 把这个Data文件夹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它这里边是不是已经有一个DB的文件夹了 对吧 那除了这个DB的文件夹之外的话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的话就叫做log啊 大家来看在这呢啊 看这个文档上面有说明 也就是说在你这个Data目录的下方 再来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的话就叫做log啊 你就把它给放在这就行了啊 放在这之后的情况下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去添加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啊 这是我按照人家的这个官方文档的要求 我提前把这个文件给写好 这个文件也在咱们的安装包当中啊 就是这个mongod.cfg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大家找到 然后去复制一下啊 去复制一下 这个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的话 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啊 是官官方给的这个参考参考了这个写法 然后呢 我去把它把这个文件给写出来了 写出来之后的话啊 你就把这个文件去复制一下就行了啊 因为这个文件 如果让大家来写的话 大家每次就可能会出错 我就提前给大家写好了啊 把这个文件然后去复制一下 复制完成之后放哪来着呢 注意了啊 把这个配置文件放在咱们的那个3.2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就找到咱们的安装路径啊 然后呢 放在咱们的3.2的这个目录的这个下方啊 是在这儿呢 你就退出咱们刚才复制的这个beam的文件夹 你退出来之后的话 你把咱们刚才的文件啊 刚才这个文件直接放入到这个目录下就可以了啊 就是mongod.cfg啊 放在咱们的这个安装路径的这个下方 就咱们刚才3.2啊 3.2的这个路径的下方 别放错位置啊 不要放在beam目录下 千万不要放在beam目录下 是放在beam目录的外面的 它和beam目录是同一个级别的啊 也就是要放在咱们的这个3.2里面啊 3.2里面 也就是mongod.cfg啊 mongod.cfg 这点的话是需要大家去这个明白啊 需要去明白的 这是啊 这是第二步 我们要把这个配置文件给移过来啊 给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注意了啊 接下来看有一个细节 让大家以管理员的身份 打开你的命令行窗口啊 那在这块的话 就需要大家在这呢啊 你们去打开你们cmd 然后右键不要直接双击打开它 右键的话 你看这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是不是以管理员身份去运行啊 对吧 比如在这的话啊 再重新打开你的cmd这个窗口啊 也就是说以管理员的身份来去做运行 不要直接双击打开它 一定要以管理员的身份啊 以管理员的身份来去做运行啊 去重新打开你的这个打开你的这个dose窗口啊 打开dose窗口之后 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来着呢啊 我在这我以这个为例啊 我以这个为例 以管理员的身份去运行啊 打开这个窗口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大家所做的这个事情 只需要把我这个把我的这个命令给复制过去执行一下就可以了啊 在这呢 就把这个指令因为我路径没有让大家去改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考虑这个路径的问题啊 就直接还是你看这是咱们的安装路径吧 你就把这个sc啊 下面这个命令啊 下面这是一个解释啊 你就在这的话 就把上面这个命令给复制过去就行了 也就说是执行啊 执行如下的这个命令 你就把这个sc.exe creator 你看就是创建MongoDB服务 就把这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全部给复制粘贴过来啊 就我找一下这个这个地儿从在哪来着呢 挺长的对吧 就你把这个路径啊 就把就把这个命令啊 整个这个命令 然后Ctrl C去复制啊 复制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去呃 粘贴啊 去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你直接去回车一下就可以了啊 直接去回车一下 回车完成之后的话 他应该会提示你叫做Creator Service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就正常如果执行成功的情况下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就创建服务已经成功了啊 这个别是别少粘命令了啊 这个命令可千万别粘错了啊 把这个命令给粘过来 这提示成功了吗 大家运行完成之后 提示成功了 对吧 提示成功之后的话啊 那接下来大家所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呃 先把这个窗给刷下来啊 所做一件事情的话 来到你的服务当中 再来看到你的服务当中 有没有这个MongoDB啊 去打开你的这个服务啊 再打开服务看有没有MongoDB 如果没有的小伙伴啊 如果没有的小伙伴就需要大家去重启一下 咱们的这个电脑啊 就稍微重启一下电脑 如果有的话 你看在这的话应该是能够看到的啊 大家能能这个服务里边有没有MongoDB啊 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吧 有了之后的话 然后右键右键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启动 对吧 然后去启动一下 不能再重启电脑 对 重启一下电脑啊 重启啊 那那些都关了 没事吧 对那些都关了 没事的啊 现在只差这个重启服务了 重启一下电脑就行 你看这要说的话 是不是他有可能会告诉你 是否无法启动啊 对吧 无法启动的话 你就去重启一下 你的电脑就可以了啊 重启电脑之后 然后再重新来到服务里边 然后再来去 再来去做这个设定啊 我去 我去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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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启动起来之后 再来到服务里面 再把MongoDB给启动一下 自动就启动起来了 对吧 如果没有自动启动的话 这个哎呦 这一锯气的真服了 如果您还启动起来 它已经是启动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管了 你去看一下状态 如果就是你右键 还是需要你手动去启动起来的话 你就点击那个启动 那如果是在运行的状态下 你就不用去管啊 重击之后去看一眼啊 看一眼大家这个服务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需要我们启动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启动按钮 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就代表已经在运行了 你就不用再去管它就行了啊 就如果能够看到你右键啊 去看一下 如果是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就不用去管了 就代表你的MongoDB就已经在运行了啊 那如果如果这这个启动需要点的话 你就点一下这个启动啊 让它去去这个服务去跑起来就可以了 你启动了是吧 这个启动了是吧 然后你看在这我说一下 如果它已经是启动状态的情况下 你就去输这个CM 你打开CMD 然后这个时候你直接去输咱们的谁来着 是不是输Mongo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你输一个Mongo 如果能连接到的情况下 那就代表着你这个服务是配置完成了 因为你现在你不需要去手动去启动这个服务了 你就直接打开CMD 然后去输一个Mongo 如果能出来这一大坨的话 就代表是OK的 就不要再去输MongoD了 直接去输Mongo来去做连接 能连上的话就代表你的服务是创建成功的 Mongo不要写错了 能连上吗 能连上是吧 那无所谓 去验证一下 服务创建完成 创建成功之后去验证一下 直接在道斯系统当中输Mongo做连接 能直接连上 就代表你这个服务是创建是OK的 创建OK CMD打开直接去做验证啊 直接输Mongo不要在输MongoD了啊 因为你的服务已经在系统当中是已经创建成功的啊 所以直接去输Mongo来去做做连接就行 如果失败啊 如果你创建失败的话 你就按照六合七从头再来一遍就行了啊 上面有说了 启动失败的情况下啊 就从六合七啊 把这个服务给删了 删了再从第一步再往下来走就行了啊 对对这到这儿的话才算是真正的配完了 因为它没服务 这个东西没服务是需要咱们自己建的 稍等啊 等会儿再啊 OK啊 这 大家往这来看啊 咱们等会儿再说 如果有问题 小伙伴啊 等会儿再给大家去做解决啊 你能够这个时候你服务创建成功之后的话 接下来咱们来安装最后一个软件啊 最后一个软件的话 其实就等同于咱们nevercat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帮助我们连接mongodb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第三方软件啊 这个软件的话就叫做managefree这样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安装的话 你就下不下不去安装就行了啊 也没有什么要这个修改的地方啊 咱们来看一下啊 就我把它给打开啊 咱们安装最后一个软件 帮助咱们连接mongodb数据库的啊 这要一个这个mongodbmanage这个free free这个软件 然后你就直接双击啊 双击去运行它啊 这个安装路径啊 大家可以自行更改啊 你改在哪都行啊 这个不影响了啊 对直接下不下不就行 直接你们走得快的话就下不下不安装就行啊 如果有路径的话 你们想改路径的话也可以改一改啊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这是先出来是不是这个欢迎界面啊 对吧 你就直接next下一步啊 下一步往下去走 然后同意人家的条款啊 同意人家的条款 然后往下来走 然后这不是有这个安装路径吗 对吧 这个安装路径的话 大家自己自行更改就行啊 放地盘也行 放一盘也可以啊 这个路径不影响的啊 这个路径咱用不到的 你随你改哪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的啊 你改哪一个文件家下都是OK的 那我在这就不改了啊 就直接往下往下来走啊 next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啊 这有两个组件这个勾选上吧啊 他既然给了呢 咱们就勾选上啊 把这两个组件组件给勾选 勾不勾都不影响的啊 这块没勾的话也不影响啊 这这这块不影响啊 不影响啊 这这只是两个小组件啊 这个系统组件不影响的啊 这个你不勾也行 你勾了也可以啊 对你的操作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啊 就直接next下一步就行了啊 下一步之后的话啊 继续往下来走 next往下来走就行 然后这个图标也勾上啊 创建一个桌面快捷方式啊 桌面图标 然后next下一步啊 然后install就开始做安装就行了啊 之后应该桌面会有一个图标的啊 你们点完finish之后的话会有一个图标 嗯 嗯 因为我刚才那个机会不清楚 在这 谢谢是吗 我看一看 稍微等一下 我这边走完 我看上他的提示 这怎么还让我下的东西来着 我这里边还少组件呢 让他下 我去看一看 大家懂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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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画的耳朵 你姐那个 都出来的 这个 我来说 接受吗 哪个 我来说 i c c e 那个评计 接受 接受就行 这样之后的话是不是出来了一个窗口 对吧 仔细听了 出来一个窗口的话 你看端口号是不是 你看hose的连接方式 就是给了一个lococose 对吧 代表是本地连接 然后呢 端口号的话是27 107 然后下面 直接点ok就行了 对 然后前后天之路的话 你的左边 左边这个窗口 是不是有一个 都呼号3号号2107 然后双 双击打开它 双击打开它 双击打开它能打一下吗 能打一下就再打 对 那你这是不是有一个data basis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时候 nogo的这个目标啊 如果能打开的话 就代表整个 mongodb数据库安装完成了 就到这就完事了啊 对 接下来你关不关都不影响了啊 就到这啊 只要你那个mongodb这个工具啊 能连到你本地的mongodb数据库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就是non-circle这个mongodb 这个mongodb啊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 你打开它嘛 打开它之后的话 打开它之后的话 你看就这儿 在左边这一块 你双击去打开 打开 你看这个时候如果能够 呃 这这两个 你们这儿是没有他俩的啊 你们只有一个local的啊 就是你如果能够打开的话 就代表着啊 你当前这个mongodb是能够连接到你的mongodb数据库的啊 能打开的情况下就代表着整个的啊 mongodb的环境就安装完成了啊 明天直接咱们来去做操作就可以了啊